我不能讲这个粗话了 但是我心里实在是非常的欧 让台本前董事长刘振元气到想骂脏话的 就是在2016年公司派力挺 让股权只有万分之二的民进党大佬吴乃仁 一双儿女进入公司拿下董事长和董事职务 想不到没看到两人为公司做出具体贡献 却急着收割经营成果 今天一个年轻人 他的父亲在社会上有非常好的地位 也是被人的尊重的一个长者 也是一言九鼎的 当时的对我们的承诺 今天落到这种地步 我们觉得我们请何以堪 当初公司派找上新潮流的吴乃仁帮忙 认为新潮流最重纪律 想不到吴乃仁的女儿吴一清却向市场派靠拢 当时让吴乃仁几乎一家子人都进了台本 还被外界说是另一种的复仇者联盟 女儿吴一清担任董事长兼总执行长 年薪加分红超过一千五百万 儿子吴一汉当了董事 每年分红也有三百万左右 再加上吴乃仁的太太 詹彩虹还担任顾问 这一家子人加一家 三年来就临走台本七千万元 担任顾问的詹彩虹 甚至强势主导董事会 对此吴一清发出声明 强调自己态度中立 心血也是依照公司规定 被孙梅道义 吴乃仁一家人强调 说他们要裸退离开台本 只是把公司水搅浑了以后 排排屁股就走人 也难怪公司内部会有这么不满的声音 记得卢一红 吴清颖台北报道